在演戲中可以認識到我自己更多 因為有時要投入一個角色的時候 要拿自己親身的經歷出來 去擺入這個角色裏面 我可以知道我更多自己究竟在想什麼 在青年劇場裏面對我的轉變 我會比較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和聆聽他們的意見 你演出的時候就要很留心 因為不是經常有你 但有你的時候就要出來 如果你忘記出來 就會對劇情影響到很大 轉變上我覺得思想上會成熟 因為接觸了專業演員 跟他們溝通了之後 學習上的技巧 說話大聲一點 甚至有自信一點 這個都轉變了 增加了我們的生活觸覺 可能這樣講會有一點通俗一點 就是感情泛濫 因為之前對於環境 對於看過的事情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經過青年劇場之後 第一你看到落葉你會覺得好像很悲傷 然後看到一些事情你會思考 它背後的原因 以及這件事造成的影響 如果用於教育 其實藝術是一個很好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教育 很多時候 Feed Hand By 中英素通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幫助你 建構到一個很好的思維邏輯 有幫助 但是是否一個發揮的平台 我相信藝術可以做到一個發揮人思維的平台 中學生小學生 其實他們普遍在學校的課程裏面 很著重理性的一些訓練 但反而在感性的方面 就比較少開發 而我覺得藝術教育這件事 正正就可以令到他們有方法 有渠道 由這個老師的引領之下 去開發自己的感性的一些一面